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 大家好 感谢收藏桑的书文带来的导塔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马尼拉大师赛 中国区预选赛 败州组决赛VG哥对战老干爹必由3的第二场 第一场比赛呢 老干爹是拿出了一个电狗加上优鬼的一个组合 但是感觉这套组合拿出来以后前期对线呢太弱 然后也没有合适的人能够进行一个有效的游走 所以这要第一场比赛的前期由于挖的坑过大 中期呢也是填不回来 虽然说优鬼拿出了灰耀 但是优鬼灰耀手高的这两拨时机掌握的呢并不是特别的完美 当然了这种在这种压力比较大的局面下 也不可能说保证每一次这个切入时机都是最好的 所以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 那么输到了比赛 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呢 刚才是拿出了相对来说前两手比较扎实的两个英雄 一个班人马一个小狗 而VG狗则是拿出了马格纳斯加剑胜的一个马剑的组合 这场比赛 老跟爹并没有选择拿鱼狗 而是拿着一个人马狗吧 来看看这场比赛的一个双方的一个实战发挥 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 双方的第三四手的一个班匹克 老跟爹在第三四手方面是先搬掉了一个影刺 VG狗则是搬掉了一个府王 搬掉了府王的话看看是不是考虑他想去拿一个 应该是想拿带泽我估计 应该是想拿带泽 老跟爹在最后第四手呢是搬掉了一个拉比克 搬掉拉比克主要是为了防止对方拉比克偷自己的神马大招 这个在后期还是中期团战还是挺要命的一个事儿的 嗯 来看看第四手 看看VG狗的第四手班人 现在老跟爹的前两手从他搬掉的这个拉比克和影刺这两个英雄来看的话 老跟爹这场比赛是不是有可能要拿大控出来 我在怀疑 而且拿的这个大控有可能会拿一些相对来说持续试把的大控 因为影刺和拉比克都是比较克制这种持续试把的大控的 一个是像谜团这种点 像谜团这种点就是比较 嗯 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怕这个影刺 还有拉比克这种英雄 除了像谜团这样的英雄 还有像这个霍伦之源 霍伦之源也属于是这种英雄 从拉比克从老跟爹这个班人来看到 有可能是这些方面的点 老跟爹VG狗这场比赛在第四手第三手搬掉腐王以后呢 对方已经在有人马的情况下搬掉了腐王 这个八成是应该是要拿戴泽 他如果拿戴泽这个点的话 他如果拿戴泽的话 他后续的拿人 是在考虑给八七去 有可能在考虑给八七拿这个 拿TB之类的点有可能是 这样呢有可能是打一个称单剑手 老跟爹的第三手不知道会不会去抢一手戴泽 其实他现在抢一个戴泽挺坏的 哎呦我拿剧毒了 那算拿剧毒 剧毒也很克戴泽 剧毒也是很克戴泽的一点 你爱给伯葬就给 给上也没什么用 给也没用 给你除非戴泽直接给完了就TP回家 那你这样有可能把自己救下来 否则大部分的情况下还是要死 看看第三手 VG狗会不会去拿戴泽 如果要拿的话 现在是可以拿出来的 现在是可以拿出来的 老干爹这手摇的这手BP 应该说还是考虑到了 对方在拿戴泽这件事情 但是选择是给没必拿了一个剧毒 去克制一下这个点 剧毒如果配合的好的话 剧毒和冰魂是一个特别无耻的一个组合 这两个人的技能都甩上去以后 对方这些人就是情等着死 就是必死 除了剧毒除了可以和冰魂配合以外 其实还有一个点配合也不错 就是血魔 血魔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配合的点 血魔除了可以和剧毒配合以外 他还可以和这个 咒斯这种东西去配合 咒斯去配剧毒也是一个蛮好的组合 再加上一个血魔这种东西 这血魔直接就起飞了 然后出一个BKB 或者是拿一个全能再 拿一个全能给套一个魔面 起飞直接冲上去 当然了这个属于是职业比赛里边还从来都没有见过的这种套路 但是推荐大家在这个游戏的时候可以去试验一下 因为我曾经跟群里的人在一起开黑的时候 尤其开这种二人黑的时候是打过这个 咒斯加上血魔的一个套路的 咒斯那个年代 咒斯的A仗还是加伤害 然后呢出的是这个A仗杀新 A仗杀新完了以后呢 直接血魔就起飞了 团战的时候 虽然说那场比赛 我们前期是很崩的一个局面 但是打到后期 咒斯A仗杀新 两个大招下来以后 血魔开个BKB冲进去以后 对方真的是扛不住 这场比赛 VG狗选择是自己拿了一个冰龙 想了很长的时间拿了一个冰龙 最后一秒了 RT该确实面对对方这个剧毒 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选择拿一个冰龙 主要还是先考虑去处理一下 对方小狗这个点 小狗这个点如果不处理的话 也是比较麻烦 看看老干爹的第四手拿人 现在对于老干爹来说 拿人并不难拿 中南大哥三号位都有了 剩下的两个酱油呢 考虑怎么去处理一下冰龙这个位置就行 陈墨自己已经扳掉了 所以拿陈墨的可能性不大 不是不大 已经没法拿了 已经没法拿了 那他后边就是拿两个魔法伤害 有一定魔法伤害的这个点 然后最好是有一定的这个 无视魔免控制的效果是最好的 霍兰之缘是一个选择 这套比赛还有一个可以拿的人是夜魔 老干爹这个这时候拿一个夜魔也很好 他在晚上游走的时候 因为人马加狗是一个秒人相当快的一个组合 就是我夜晚在A战夜魔的视野优势下 我直接找到你的人跳刀 人马跳踩加爆狗出来以后 直接给双人剑 然后给上四类伤口一顿挠 直接就秒了 第四手是先拿了一个土猫 先拿了一个土猫的话 四号位的土猫 这应该是维多利亚的土猫 维多利亚的土猫 那最后就剩一个姚帝自己的辅助了 姚帝刚从三号位转成一个辅助 现在我对他的这个辅助的英雄池还没有统计过特别多 所以不知道他的这个最后一手应该要想要去拿谁 这场比赛冰女是可以上场的 如果姚帝有稍微练过一些的话 冰女是比较适合上场的一个点 在对方最后第四手拿出伐木机的情况下 光法也可以点出来 老根捏在第五手拿一个光法出来 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 对方这个阵容 VG狗这个阵容不是特别怕光法 克制伐木机 克制马格纳斯都不错 智芒去用来处理一下剑胜也可以 老根捏在第五手是扳掉海民 看看他自己选择在最后一手 是拿一个这种无视谋免控的酱油 还是拿一个像光法和冰女这样的酱油 冰女和光法这样比赛 我觉得都是不错的选择 冰女可以给自己的土猫 还有人马 还有像剧毒这种点 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充裕的蓝 剧毒如果身边有 队友里边有一个主光环的 比例的话就一辈子插舌棒插的根本停不下来 最后一手老根捏扳了个血魔 扳了一个血魔 冰魂也不错 拿冰魂出来这样比赛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冰魂加上这个剧毒 加上这个土猫 可以在团战的时候给对方上一个 非常非常非常高的持续伤害 老根捏在第四章拿完土猫以后 VG狗对无手扳掉血魔 也是防止你这个两个掉血极快的英雄 然后这场比赛 VG狗抢了个谜团 老根捏扳了两个特别克制谜团的点 结果VG狗自己把谜团给抢了 老根捏最后一手拿了个凤凰 这个阵容思路体系也是比较 也是比较新鲜 没见过这种体系 没见过他这种体系 那谁去打这个凤凰啊 瑶去打这个凤凰吗 还是维多利亚去打呀 感觉像是瑶的土猫 然后维多利亚去打凤凰 三号位应该还是交给这个 小只去打这个人马 双方这样比赛 拿的这个英雄的阵容体系方面 都是比较有意思的 瑶的这个BP啊 也是开始行云流水了 天马行空一样的BP也是 感觉有可能是维多利亚 不过维多利亚的土猫 其实打的蛮多的 这个凤凰老根捷 现在这个阵容里边 谁会用凤凰 我还真不知道 没见过他们这个 其实对我打凤凰 谁有这个凤凰的英雄是 我还真不知道 因为这个英雄 确实是一个需要练的英雄 你不像兵女 像Lion兵女这种东西都属于是 甭管是谁 刚一上了 你教学了一个小时 都能打 但凡摸过两次的 都能上这个英雄 凤凰可真不是 凤凰这英雄 你这不练 真不练 看这场比赛 双方的一个实战发挥 那么这场比赛 我们来尝试偷个篮 来尝试偷个篮 用一个别人的解说 用一个晃的不是特别厉害的解说 这些疯狂切平的这种的 确实他又用了顺滑无比 圣哈欧比我疯狂切平特别容易晕 摸命这个人的试试啊 Mayby的中单的一个剧毒 Mayby的中单剧毒 出门装方面选择的是 吸带两树枝 对手养育吃素 算了还是自己切吧 还是自己切吧 87的坚胜 自己在这个上路这个位置 并没有人过来抢服 姚帝的 姚帝的凤凰 还是让姚帝去打这个凤凰 那看来姚应该自己这个凤凰 应该是练过 应该是练过 我确实没有研究过 他们这个队伍里面 谁练过凤凰这个英雄 但是从他最后一手 拿出来一个英雄 而且是拿给自己的 看来这个英雄 应该是练过一段时间 然后TK的马克纳斯 刚才上来 是在这个位置 插了一个凤野的 一个半凤野 半保护的什么一个眼位 现在这个版本出来以后 就是这个凤野眼的位置 一般来说都不是特别好找 像这个7.0刚出来的时候 这个眼位 就是你这儿放一个眼 是可以封掉这波眼 而且可以提供 这个神服的视野 而且可以提供 这块一大片的视野 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眼位 但是现在这个被改成了 只有这么点 你现在凤野 就是最完美的 就是放在这儿 但是这儿只能插真眼 插假眼的话呢 视野特别小 基本就等于没有视野 因为正好卡在两棵树中间了 后边是墙 两边是树 观众说 让观摩一下 这个质宝剑胜 红质宝剑胜 虽然我不知道 它这个红质宝 跟普通质宝 有什么区别吧 对线方面 上路是小智的人马 跟对方的坚胜 是对单的一个情况 下路是FY的一个谜团 ROTK的这个马格纳斯 谜团估计应该不会一直在线上赖着 过一会儿应该是会选择去打野 maybe中单去打Frez 这个伐木机 应该是比较轻松的 应该是比较轻松的 剧毒这个英雄在前期 他只要把自己的 这个被动的等级 补得高一点 就被动 他的被动加上 他这个毒 掉血的速度是远远比 这个 好 滚过来 给一个激光 ROTK这里直接撞走 上路两个人 好像还拼了一会儿 好像拼了一下 这小智赶紧吃掉 对方剑胜也并没有 剑胜并没有开转 并没有开转 这鞋怎么掉的 对线对的太凶了呀 扛兵扛的 我估计可能是 他可能想用自己的这个皮 看这个兵线的数量来看的话 应该是用这个皮撑的 分队在这里 是拉了一波野 把这波野全给补掉 分队的冰龙这样比赛 有可能会成为团战的一个 非常转折的一个点 因为他们这个阵容 是一个纯团战 大招流的阵容 而且特别容易打出来 冰龙的这个大招 比马格纳斯 他们这些大招容易出 而谜团这场比赛 他的大招更好放 因为他可以等让这个 马格纳斯把人推回来 回答出播间观众问题 大叔认为 质保兼胜的灵感 来自哪里 这个我就不好猜了 我本身是一个 十分没有艺术细胞的人 所以在这些东西的了解上面不多 马格纳斯下路的补给已经没了 看看要不要再去耗一耗 姚帝这个时候 如果发现对方没有补给的话 应该是要稍微耗一下 对这个马格纳斯 直接把他逼出兵线就完了 这打几下给个激光 现在就是你还有补给 他没有补给 你把他的血量耗光 然后让他去吃圣坛 他吃完圣坛以后 你再压一波 这个马格纳斯就必须得走了 他撞到 给激光 就顶回来了一个土猫 土猫也要踢 把LTG直接给打拨 那么这LTG要去吃圣坛了 他吃完圣坛以后 你再用技能跟他换一波 你自己身上的补给还很多 你再换一波 他就上不了线 他就必须得回家 然后让他补不到 直接回家 或者只能在塔下吃经验的话 让他没有办法去补经济 他就很长时间都 拿不到自己的关键装 或者包括他打野爪都做不出来 塔下刀全给他反补了 两个酱油还是压的不果断 ROTK这个点 其实咱们看了这么多天的比赛 ROTK这个点 就是他的经济如果好的话 这个家伙特别厉害 但是如果你把他经济压崩了 他在打团的时候 挺容易迷的 因为他团战都是经常空大 尤其是用马格纳斯 这几天光 看他马格纳斯空大就好一次 这里马格纳斯 这里看一下 给一个激光 这条石头 预判了一下 他没有预判到 你看就这样压两次 他就崩了 马格纳斯就得回家了 他现在 他现在必须得回家 不回家的话 他现在完全打不了 下路看点神佛 但神佛并没有刷在下路 上路没必须 空到一发双倍 人马呢 人马从打野的 这个装备来说的话 他比这个马格纳斯 打野装备要求要低一点 他只要有防御装就行了 中路的捕捣方面 现在伐木机被这个 没必玩爆 这个也是英雄压制 没办法 没必这场比赛 他只要前期的技能选择的是 一二对点 这个伐木机 就不可能打得过剧毒 剧毒耗你的血 他不需要一只A你 A你一下走人就完了 等着你被毒就可以了 而且如果你要硬想 靠这个兵线 把自己的皮的层数叠起来 然后再回血的话 即便就是你满级的皮 满层的皮 你的掉血速度还是要 掉血的速度 还是要远高于你回血的速度 中路的这个 没必的剧毒 我应该说这样比赛发育的还是会非常的顺 装备方面不出意外 他肯定是走物理流 而且MayB的这个剧毒 他在团战的时候的一个战位 相对于咱们今天看的是 是Phrase吧 还是谁的这个中单剧毒来说 他的团战战位要 还是要优秀的多 走位啊 然后对于这个局势的判断等等各方面 还是要明显要优于这个 今天咱们看的另外一个 看一看土猫这里是想 土猫这个时候想过来杀伐木机是杀不掉的 这个时候杀伐木机肯定是杀不掉的 这个眼是被对方看到了 这个放好的假眼是看到了 弥团在这插眼的那个动作 而且知道你那个眼的位置 AME的小狗目前补刀牌的全场第三 可以看到中路MayB的这个反补啊 38-24的一个正反补 这是个中路英雄啊 这是个中路 这不是优势路放单的大哥 这是个中路英雄 本级方面压制了飞的两截 这里看看这条石道 提云可以直接杀 提云就可以直接杀 提云就死了 走不掉 这个棒子 棒子A掉 棒子A掉 接着到这里开一个转 弗雷斯肯定要堵死了 维多利亚这能不能逃得掉 走不掉了 这个A棒子的动作稍微慢了一点 早一点一掉棒子吧 应该是可以直接走 AME这里那开防爆 No RT哥这里直接推走 AME这扛兵了 吃一个大药 给大家要转移一下塔的仇恨 还好 这波还可以 一二技能对点的这个剧毒 在六级的时候 单杀对方的人 如果这个人不能马上TP回家的话 就是个必死 下路LT哥也是被姚帝支援过来以后呢 配合小狗直接形成击杀 土猫这里空到了一发隐身符 这个眼还没有反 这个眼其实知道的 但是还没有过来反 土猫应该还是在找机会 看看要不要过来杀 应该是杀不了 应该是杀不了 这个土猫现在不要上 应该是杀不了 因为没有大 这里给一脚石头滚过来 配激光输出 看看够不够 还是不够 该走要走 姚帝这里赶紧飞走 这两个塔A上的两下 这血掉的有点狠 差一点 差一下就死了 凤凰这个英雄是 全游戏护甲最低的英雄之一 最低的英雄之一 我忘了 我印象当中为什么会有一个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印象当中有一个英雄 初期护甲是负一 我不知道是我出现幻觉了 还是说哪个版本 我记得好像刀在一的时候 我忘了是我记错了 还是是零还是负一 反正我记得有一个英雄 初始护甲是负的 是零还是负一 他是死灵龙是吧 死灵龙也负甲 反正也负低的 这根几个差不多 看看伐木机 这波直接勾走 没有大 剧毒虽然是没有大 但是仍然是可以把这个伐木机 压得根本就露不了头 这个剧毒满级的被动掉血速度太快了 凤凰的敏捷成长1.3吧 1.3的敏捷成长 他是凤凰也是最低的英雄之一 你看那个凤凰现在4级了 护甲还是零 他4级了还是零 死灵龙 魔抗比别人高 你说这个 这个话就太不 就太不讲道理了 死灵龙 死灵龙是全游戏 初始魔抗最低的 我没记错的话 他是唯一一个低于25%魔抗的人 他的魔抗是最低的 他如果不算被动的话 他的初始魔抗是最低的 他没有之一 他是唯一一个低于25%的 其他英雄全是25%的初始魔抗 然后有一个超过25%的是地博 他初始魔抗是35% 死灵龙初始的这个魔抗是低于25%的 忘了是15%还是10%了 具体是我忘了 反正他是唯一一个低于这个 无敌斩案直接秒了 M99的这个土猫也是没有能够逃掉 F5的谜团看看这个发育情况到现在为止 补刀还可以 看看九分半钟现在双方的一个经济情况 剑胜在上路现在是一个无解肥 前期是一个无解肥 到现在为止经济保持在第一 第二名和第三名是这个剧毒和狗 这两个人的经济现在持平 小小的护甲之所以就是不是特别多人所诟病 是因为小小起码他有个技能 他有一个崎岖外表 可以给他加点护甲 所以小小就是很少有人会说 小小这个英雄特别特别缺护甲 另外就是说小小的装备栏里边 是一定会有强袭这个道具的 所以小小的护甲通常情况下 在后期并不能够成为对手的一个突破点 但是像这个 像什么凤凰啊 什么这个死玲珑啊 死玲珑是有个被动 然后呢 凤凰可以变个蛋 所以大部分时候你也不用太多的去考虑护甲 你只要考虑自己这个蛋能不能回来就行了 看企图这里知道对方这有真言 狮王狮王护甲不低 狮王护甲是不低的 狮王可不是一个缺护甲的 中路夜眼阶段是扫了一下身边 夜眼这边扫了一下身边 看看这个身边有没有站这个刚才一直隐身的这个剧毒 结果剧毒已经是跑到边路去了 现在双方是进入到一个和平发育的一个时期 这种和平发育应该会持续到人马的跳刀和小狗的这个 哎小狗这个时候看一下这个激光 谜团这个大招被嗅掉了 谜团在拉大招的一瞬间小狗钻兵了 这里给上一个撕裂伤口 自己的狂暴还差一点 凤凰冲过来变弹 FI这时候肯定是要死 人马开大再往前追 跳过来以后 一个双刃剑打残 这里冰龙一个大漂亮 冰龙这个大招给的完美 冰龙这个大招给的完美 如果不是这个大招的话 感觉啊 感觉ROTK这有点危险 虽然他已经跑到很靠后了 但是还是多少有点危险 maybe现在的技能是一二技能满 一级大 这里开始疯狂的去切家腿放技能了 已经开始 一个叶把这个冰定住以后 人马这里应该是想要去跳过去跳踩 但是呢 对方这个冰龙撤的也是比较快 现在身上的装备是一个相位加上单刀 不知道下一个怎么出什么 看看Fraise的法木机这样比赛的发育也是比较猪疾 前期被这个剧毒欺负的太惨了 到现在为止经济只排在第六名 三千三 对方的剧毒则是四千七 差了一千三一千四五的经济 哦一滚走 一脚 有没有石头 没有石头了 要被剧生单杀了 要被剧生单杀了 哎 哎 哎不是 不是你都砍着他了 你这 大招呢 有大呀刚才 我眼看着有大呀 这为什么不杀了突然 滚也用过了 你直接把他杀了再走不就行了吗 不是 这不是 不是我脖葬啊 你要是说他打了 剩一丝的血没打死 这是脖葬了 这个都砍到 刀都砍到脸上了 那是怎么跑的呀 哎 我知道 哎哟 哎哟 我这给我 头的我连中路这个人头 我都没切 我不懂啊 这个 你要说他 他是砍了两下 然后土猫绕了一下视野 滚走了 然后你追不上 找不到了 这个也行 刀砍到脸上了 你直接AD版 这就追上 就杀了呀 M99这边土猫还是没走掉 最后被这个 谜团一个F加上小谜团的合击给带走 这里人马过来 哎 没有跳到对地方 这里F还选择是跳到顺利里面 走到顺利里面直接TP了 哎呦 不懂啊 不懂啊 这不是我脖葬啊 脖葬是你剩一丝的血 我说你必死 你不死 对吧 人家打的剩一丝的血 伤害没计算好 或者你走位特别灵动 极箭吃了个魔伴 吃了个这个 仙灵火之类的 这也行 砍两套走了 这M99这干嘛 这个浪的有点过了吧 MG的精力现在已经是落到第七名 已经是被RTG超过了 然后TK其实这场比赛的 刷钱环境也并不怎么好 看看下落 这个土猫站在树林里边 对方要不要进来找 上过塔是被AMI给挠掉 这里一个扫描扫到了 扫到了这个维多利亚的土猫 看看对方要不要过来 这几个人好像是不想过来打 老根爹现在的团战 就是尽量避免跟对方开一波团 另外就是团战的时候 M99的这个土猫很关键 他第一时间绝对不能冲进去 除非你打先手 你上来秒掉对方的谜团或者冰龙 或者是马格曼纳斯其中之二 咱秒其中之一都不行 必须得秒其中之二 看看人马加凤凰的这波开物 带狗 都得拆狗 老根爹这个阵容就是抓人很凶 但是团战不敢轻易去接 轻易去接团战的话比较麻烦 另外看看这个跳踩 给上一套技能 Frez这里瞬间被打成一残血 冰龙给一个大掩护一下 看看Frez能不能勾走 勾了一下追不上去了 凤凰冲过来变弹 但是 但是弹要碎了 弹要碎了 还差一下人马过来给跳踩 完了 小智这个分把自己也卖了 看看队友能不能跟上来 土猫放了给大一脚石头踢晕 两个人分队的冰龙 被沉默直接死 Maybee过来以后给上一个减速 LTK这里一个波 也不知道他给的是谁 这一直被减速跑不掉 最后是被土猫一棒子 加上Maybee的毒 后续伤害直接毒死 87过来以后 手里边有大招 但是好像并没有反打的意思 一直被这个小舌伴的减速追不上 一直在被减速追不上 好多的舌伴 再拉过来一个沉默 土猫小石头踢晕 迷团一个大招 拉中两个人 Frez过来给一套输出 Maybee临死之间放出了自己的大 但是没有给其他的毒伤害 这个没办法毒死 没有办法毒死 这波还犯了一个大招量了呀 一脚石头想踢Frez 没有中 这里凤凰过来 两个火焰精灵 再加上一个激光 Frez这里还差一下 没有死 身上只有两层的皮 土猫滚过来以后 直接想要杀死对方 这个伐木机还是没有成功 马格纳斯追过来 带走土猫 这波老天爹是 葫芦娃救爷爷 葫芦娃救爷爷呀 这波被VG哥打 那波三万五 五个人全灭 哎呦 这波团战 应该说谜团 这波理工了 这一个没有跳刀的谜团 抓住这么一个完美的机会 拉住两个人 这个太关键了 Frez这波感觉起飞了 感觉他们在上路这个位置啊 协调没有协调好 就是在凤凰往上冲的时候 自己的队友没有跟着一块上 如果他们在团队执行力上 能够统一一些的话 这波团不可能打成这样 就如果当时他们的所有的人 一块往上冲 配合这个凤凰的变弹 刚才这波团绝对是VG哥 要团灭的一个节奏 然后他们在撤退的时候 撤退的方向也选择的是 有一些问题 没必的这个撤退方向 还有自己的队友掩护的位置 没有选好 感觉这个老根爹 其实队友打了这么长时间 这些人在一起 还是不够默契 还是不够默契 但是你看VG哥 VG哥很少会出现这种情况 为什么 因为VG哥在打这种团战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个声音在旁边 帮你统一思想 一定会有一个声音帮你统一思想 你带三层隔音的耳盘都没有用 老根爹感觉现在就是 没有人敢这样去吼 老根爹的 他舰队围绕是围绕 MAYB在舰队 但是MAYB并不是一个 就是说像LTK那样的人 他不像你说 刚才那一波 刚才那一波假设 如果是VG哥去打的话 刚才一定会有一个声音带来怒上 给我冲 留谁说话 毛都变淡了 你他妈还不上 你家里有事 那绝对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不可能会出现说刚才这种 猫上狗不上 就这种情况不可能的 绝对不可能 老根爹这个队伍还是 就这个队伍的天分没问题 但是他们为什么一直说 这些队伍缺一个大脑的原因就在这 他没有人去统一思想 这支队伍如果能统一思想的话会很强 你看如果 咱们就是对比一下 就是对比一下当年的这个战神7 对吧 当然好像VGR吧 战神7在TNONO去打的比赛 都是拿到那个冠军 那你谁不上 我上了你都不上 你作死了是不是 我都上就一换四了 你还不上 那你肯定就家里有事了 但总有一个人要有 这个跳踩中了 拉回成果一脚石道 直接秒87 看看这个不是撤退 果断 你看这个撤退 你看这个撤退 还是不果断 撤退还是不果断 然后这边是撤了一下 然后假装要上 看看分队 分队这块过来 想飞过去 但是飞已经用过了 给自己一个冰箱 拖一点时间 马格纳斯现在手里有大招 但是不敢过来了 马格纳斯因为中着这个剧毒的大招 不敢往上走 赶紧回家吃圣坛去了 马格纳斯这波团战打完了以后呢 是占的便宜比较多 而且剧毒现在等级很高 已经有了三级的蛇霸 推打的速度 也可以提起来一些了 魔龙枪加上电锤 就当年的 当年其实大家看那个比赛 就看430也一样 就是大家管得到大妈 对吧 看430的比赛也是这样 你一个队伍如果说围绕430建队 你这个队伍通常情况下 好不到哪里 就大家参考后来的IG就知道了 我围绕430去建队 我所有的人都去拿一些年轻人 过来去打 我很少去拿这种老人 尤其是就是资格更老一点 然后脾气也稍微刚烈一点的 这种拿的更少 你让430去带队 他带不起来 没有气氛 你看430的直播就特别的明显 对吧 大家如果去对比一下 如果大家没看过的话 大家可以去找一找 这个Burning跟这个RTK的这个 这个这个 直播 你看他们俩的直播特别特别的明显 就是这个Burning不能说话 你Burning说一句 RTK喷你十句 就是这样 你说一句我喷你十句 你就别说话 反正我说的都对 有的时候这种人 确实是不容易去接受别人的意见 这个咱们要承认 但是作为一个队伍 当你需要去统一思想的时候 这种人很宝贵 看看小智 小智开大 往回撤 对方的第一波 已经打上来以后 应该是能杀掉 小智一波应该是能杀掉 杀掉以后能不能追 看看土猫滚上来以后 留住了霸气 霸气这个剑胜肯定是要死 FY这个大招 FY这个大招爆炸了 霸气这波肯定是死了 凤凰变了一个蛋 这个蛋 这个蛋完美 这个蛋配合剧毒的大招完美 这里再给一个毒 Frez回家以后 这个血 你看掉血这个速度 全水都补不上来 全水都补不上来 半天这个血量 我就记得我有几次看这个 这个Burning和那个老队 他们俩人的直播的时候 就是这样 Burning你看他平时 感觉他说话挺低沉的 有点挺有那个什么的 那种感觉的 然后呢 然后老队一过来 老队一过来 就先把Burning骂一顿 先把Burning骂一顿 当然了 这个就是属于那种 就是友好的协商 友好的磋商 就是那种那种氛围 所以就是这个VG哥 这支队伍 为什么现在成绩好 又很大的原因是这样 看看老根爹这波 推对方的下落的二塔 去读现在的一个输出 已经是打得比较高了 经济方面 现在AME的小狗 全上第一 maybe第二 这场比赛 其实双方拼的都比较凶 经济方面的成长 现在都不是特别的理想 看看人马还没有到 不过人马现在手里有大招 中路不要露线 中路人马不要露线 露线对 哎你不要露线 露线对面知道你人少 露线对面就知道你人少了 霸气自己过来推中 放弃了去 推对方下落高地的一个想法 人马不在 这一个跳的轻拨兵线 看看RTK RTK这里被给上一个减速 这里直接推往回走 还在绝 人马开大过来给跳伞 RTK这波带着大招被秒了 带着大招被秒了 而且兵线马上推过来 看看是不是要上一波高 是不是要上一波高 是上高还是推 还是打盾 上高还是打盾 这帮人他干嘛 怎么都分开了 这波上高或者打盾都行啊 这么浪费机会不合适吧 选择回来守上塔 然后剧毒一个人在下落推 哎呦不懂啊 不懂啊 这种机会 很难得的 去耗一耗高地塔的血也行啊 这不对啊 你上高地啊 上高地或者打盾 这盾没有 盾没有 上高地那也行 你耗一耗血也是好的嘛 你抓到这么一个机会 耗掉半块的血 再抓一个机会 再耗半块的血 谁也是飞的 这里想飞走 飞晚了 你早一点飞啊 坐上这里原地变一个蛋 人马过来给一条踩 但是蛋还是碎了 蛋还是碎了 这里一个大招留住人马 是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这里顶回来以后 迷团一个大招 拉住两个人 一条石头踢云F1 跳过来放大 给沉没 M99的这波土猫爆炸了 这个技能给了 直接留住对反杀对方两个人 肩胜无敌斩 给到了人马身上 人马这里开一个大招 有A杖 很硬 剧毒赶到战场 一个大招 定住对方的伐木机 小狗这里一个撕裂伤口 留住霸气 小石头踢云 冰冰给一个冰箱 这里鸡 鸡 不是鸡 是棒子 棒子被A掉以后呢 这里小智被伐木机收掉 M咬死了霸气以后 再留住一个Fraise的伐木机 上高啊 这波上高了 这波真的是上高了 这波上高地是个机会 不要去理这个冰龙 这个冰龙连个大招都没有 不要理他 拆高 这波老干爹上高地 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有棒子 有棒子 拆打速度不会太慢 不停的力就可以了 而且这帮人输出也不弱 咱们接复活了以后 先把高一塔推了就行 车队 这个不要理他 大家都不理他 这看看TP过来的这个谜团 谜团没有 摇地里边要被单杀了 这里一个蛇拉回来 还差一下 能不能走出去 走出去了 漂亮 一个骨灰 补回来 就说Fraise的谜团又死了 Fraise的谜团死了 Fraise的谜团又死了 可以集结人众 把对方的这个圣坛拆一拆了 老干爹这个 呃 还是没有能够把这个思想统一 还是没有能够把这个思想统一 感谢越谋越莹 ZoZoZo666 这场比赛打成现在这种情况也是 不容易啊 老干爹这场比赛打的不容易啊 大器身上现在是个跳刀 加上分身斧 还是没啥战斗力 还是没啥战斗力 就这种 这场比赛对于建政来说 有一个好处 就是有一个玛格纳斯的存在 所以他等于是多了一个狂战斧 他现在这个身上的这个基础装 还有属性装 再加上这个受益力量 基本就等于是一个狂战斧 我来看一看这场比赛双方接下来的一个剧情啊 看下接下来的一个剧情 这场比赛现在 经济方面 老干爹领先了7500 经验方面也领先了7500 高地塔也推了一个 圣盘也拔了一个 但是现在团战不敢接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看看能不能在肉扇处逼一个团 肉扇处打团是老干爹现在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相比双方的阵容而言 打肉扇团 凤凰比对方这三个大哥加起来都厉害 因为肉扇团的话 对方三个大哥在这个团控 两个大哥的团控需要到对面身边才能放 冰龙的这个大装呢 又容易把对方导致对方变成无敌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样米赛很有可能 就是在如果开肉扇团的话 老干爹这边别干团控少 反正老干爹这边有优势 另外就是在团战的时候 只要人马和土猫两个人的位置放的靠后一点 对方这些人的这个技能并不是很好给 我说肉扇也放了 老干爹这边白拿一个盾 小狗现在身上的装备是点金必张 加上双刀墙鞋 装备还是很豪华的 Maybee的经济呢 现在保的也不错 已经做出了一个大雷锤 大推堆加大雷锤 作为物理剧毒来说的话 他现在的这个输出还是没有成型 只不过他现在有了20级 这个三级天赋加75点攻击力 对于剧毒来说还是帮助很大 平A的伤害现在已经是达到了240多 剧毒现在的这个护甲和血量 其实还可以了 作为一个远程英雄 他这个血量护甲可以减少 看看是不是要开悟 哥仨过来看一眼对方这有没有粉 有没有眼没有眼 直接开拨物 那么下路这个地方有一个freeze的伐木机 伐木机想要去找这 哎这帮人是在干嘛 这帮人是要下来去蹲这个剧毒吗 这要蹲剧毒的话 有可能要被这个伐木机蹲死 哎伐木机露头了 伐木机露头了 勾过来直接选择TP 懒得理你 但是你这个雾的时间浪费了有点长啊 你这个三个人带着狗一波开雾 在自己家野区里边转了半天 这雾的时间到了 等到对方半场都是雾 雾已经到时间了 你这什么剧情啊 你这什么 你这什么剧情啊这是 哎开完雾以后在这开了个雾 开完雾以后在这个地方转了20多秒 然后然后好不容易决定 往对方家走 走到一半没了 什么意思这是 我来去排一下对方的眼 我滚上来 把对方的眼排一排 凤凰的护甲在15级的时候 基础护甲终于是有了两点的基础护甲 加上装备五点基础护甲 连一个强袭都减光了 看看AIME这个 AIME现在在前排就这么去拆对方的建筑物 开始狂暴拆了 对方还真是没拿他 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关键这个剑剩现在 砍人也不是很疼 马格纳斯一个大招盯住了俩 没必也被盯住了 没必这个推推出来一下 这里给上一个减速 比较石道掩护一下 AIME这关上臂章 回来加一骨灰往前回走 周路高地已经破了 转头拆对方的圣坛 老根列这种比赛打的 在这个时间还是打的比较稳 在就是当节奏需要打的 怂一点的时候 老根列这些人打的当仁不让 五个人在撤退这件事情上 往往是做的非常的到位 就是他们在往上冲的时候 往上冲的时候 确实是需要有一个人指挥 撤退的时候往往不太需要 看看AIME的这波数 哎哎哎哎 这个弗瑞斯差一点 还好是自己先扔出这个勾 后被沉没的 这要是先被沉没了 这弗瑞斯要被秒了 剧毒现在是22级 还没有到达25级 这要是25级 升一个三倍舌半出来的话 这个就更吓人了 看看这里想要去打掉这个盾 这个盾往里推一下 然后尽量让他的这个盾往里头放一点 这样凤凰应该是准备冲进去变弹了 应该是准备冲进去变弹了 人马给大不够 人马给不给大 没有给大 直接是自己开狂暴 把塔摸摸没了以后 直接自己撤回来了 剧毒一个人在这个上面 接着插舌半 就是不让你挑刀跳出来 就是不让你挑刀跳出来 撤退 五个人想要撤退 把你的这个圣团再给你摸掉 我这个时候没有盾 我也不是很着急去跟你开这个高地的正面团 maybe现在因为不要到25级 其实这个剧毒的舌半 除了我觉得他这个三25级天赋 我们先看一下这波开悟 感觉是要打起来 看这个意思应该是要打起来 这个已经po了 第一个人已经po了 被舌半点了两下 这个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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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龙跳楼直接走 伐木机自己勾上来了 伐木机自己勾上来了 大家巨毒上来 大招被对方的FY开BKB留住 带着这里一个推推 加威光往回救一下 伐木机自己一个人在正面 往回勾一手 人马过来一个踩 踩住 富翁皇给让一个激光 FREZ这个勾不好给 一个推推 梅肯救一下 再往回走 AIME往前追了一下 逼了一下对方的走位 双方是互换了一波小技能 只有剧毒交了一个大 土猫也交了一个大招 但是呢 双方都没有留住人 老干爹这个时候 如果稳一点的话 应该选择撤 等一下自己 下一波技能的CD了 等一下下一波技能CD Roshan可以不等 看看对方 还是要上 还是要上 这种上是比较容易黑的 看看老干爹 能不能把这个节奏把握好 这个小狗现在的这个血量 什么都没干就被打掉一半了 直接选择撤退 一边走一边回头插舌瓣就好了 一边走一边回头插舌瓣 就是不让你有挑刀的人追 然后就可以 看一下买活 现在买活方面 小狗除了剧毒和马格纳斯 还有冰龙这三个人以外 其他所有人都有买活 这里人马过来开悟 人马带狗一波开悟 直接选择撤退 对方也是一波开悟 这波开悟应该是要决定胜负的一波了 从视野方面来看的话 是老干爹还是占有一些优势 看看这个破物是谁第一个破物 两边擦肩而过 两边谁都没找着谁 谁都没找着谁 这里天灰和夜夜都放了一个扫描 都没扫到人 都没扫到人 看看老干爹这边是不是准备强拆 准备强拆 强拆的话就顶着他 拖打保护拆就行了 你输出足够高的 对方两张TB 两张TB回来 那么把你吓回来我就走 把对方一个眼排掉 这里谜团BKB大招 拉住了一个小只 小只没有第一时间开弹 开出来了 小只大招开出来了 然后我这卡了 一波团人打完了以后 FY反而是被杀了 因为这个小只人马开出大招以后 伤害承受的比较少 看看FY反而机在被小狗在咬 这里扔出来一个大招 加上一个钩子 再继续被这个剧毒在追 要点死了 点死以后 土猫在后排放了一个大招 把对方其他的几个人直接逼退 没法往过追 FY反而机自己一个人在前面 也是顶不住 这个没办法 这个确实一点办法都没有 看看 大气上来打一波 开转赶紧往回走 挠不过这个狗 现在肯定挠不过这个狗 远程兵营 Maybe这个地方再不断的点 点掉以后 凤凰在后排给一个激光 人马看看有没有机会去跳踩一个 下路的高地塔应该是给了 马格纳斯现在手里有大 冰龙没有大 然后FY反而机死了 谜团也没有大 在这种情况下 你想要去守这个高地守不住的 RTK这里推回来一个人 想要但是没有推到 给剑上上来砍两下 人马再开一个大招往回撤 所有人直接往回跑就行了 那这场比赛就被耗死了 剧毒这里已经是做出了自己的大炮 有攻速有攻击力 有射程有暴击 现在这个剧毒的输出已经成型了 感谢雷雷雷雷雷送送的稳弱机和赞 感谢一次一新 一次睡皮 这是什么业机 这个字我还真不认识 繁体的一个门里头一个音 这字念什么呀 我还真不认识 这个位置看看剑上 剑上这个位置很难跑 老怼这个大招又在哪放了呀 剑上这给一个无敌斩 刚才你们有人谁看见这个老怼的 这个大招又在哪放了吗 我没看懂啊 他这个大招 发气这边被留住 沉默给上撕裂伤口留住 人马开大往前走 这个冰龙的大招被妹币绕过去了 一个暴击750直接给暴死了 我去 这样LT给人打出之间 这样恭喜老根店 在双方BO3的第二场比赛呢 是扳回一局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愉快地看到一个决胜局 好了 这场比赛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我是桑老大师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大家能够拿出手机 打赏一发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 那么Q群是521-07-153 那么大家如果愿意提前知道预告 直播预告和节目预告的 欢迎大家加Q群 好了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各位